大灣區的機遇和發展後 令我重新測試一下自己將來不在業後 會否去大灣區發展 或者再去想想自己將來的前路 其實現在越過大灣區的港隊 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特別是我們現在讀的是旅遊學院 未來都會向旅遊業方面發展 所以我覺得我們從業一開始要好好裝備好自己 聽完政協分享灣區看法 學生們約約育試對未來充滿憧憬 由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儀會主辦的 政協委員華麗茨系列活檔於25號繼續舉行 今次是由上海市政協委員顏益平 以及上海市政協委員吳君 一起走進旅遊學院 向台下學生分享政協工作經驗 做提案基本上都是因應自己的介意 一些關於自己的職業的範疇 以及一地兩地 你可以經合一靠兩地的一些 可以優勢互補 互相學習互相提升的 去做一個建議 整個上海總共有八百多個政協委員 其實那八百多人就是八百多人 他們正在看上海所有的地方 比任何一些所謂政府 更加去理解當地 當每一個區域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因為是這樣 他們很多時候是一些關於 比較小一些民生的問題 是幫助政府 可以立即入圍 除了生涯點滴之外 兩位政協也針對一眾 即將踏入社會的雷遠學生 提出自己對灣區及國內環境的見解 鼓勵一眾旅遊人才 以活用澳門優勢 在更廣闊舞台中進展所長 你們的職業生活規劃詞 不要再負貧於澳門 大家可以多些走出去看看 這個大灣區 或者甚至於整個中國 因為你可以把澳門非常好的優勢帶出去 也都可以將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意見帶回來澳門 去建設澳門 我們是一個旅遊商城市 我們的旅遊營業 實際上是讓它 在內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發揮 我們是官員的事實上 所以不要 旅遊學院的事實上 不要激深 一定要在澳門 可以回到中國 在中國有很多天地 可以繼續發揮自己 我們要去做生意 我去做生意 你跳過生意 那裡 我們來自家